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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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病,你一直說話,很短,很短,很短,難怪我都要救他患癌症,死了,你都說了什麼 不是救他,是他真的患癌症,沒有救到他,他真的患癌症 你不要說我救他患癌症,我說他養成個死樣子,大哥,你明白嗎?我沒有救他患癌症 我也不知道他患癌症,我們不知道的,我們是豬油才知道的 到現在是否患癌症,我也不知道的 真的嗎?真的嗎? 包出來了,包出來了 噢,我怎麼說,你說的,真是真的,真是應徒此步 我們是不救人的,OK 林鄭月娥那些人,你不救他,我也會救他 如果我,我兩個身份,如果我是市民 有機會,就像以前那樣,有打電話,你私政報告去問問 你還會問他什麼?我還會問他 喂,為什麼市政報告裡面,不見你說要多建一些曱甴屋 你捉了幾千、二千幾隻曱甴,大哥 那曱甴怎麼辦?弄死牠嗎? 曱甴都說弄死牠,是嗎? 唉 你大哥,你都不用說別的東西 你只是叫人家做曱甴,你是特首,你是公平這些的 你應該說,事就是事,人就是人 對事不對人,你不可以人身攻擊,是嗎? 林鄭月娥有叫人家做曱甴 林鄭月娥沒有叫人家做曱甴 你這麼簡單的事情都不做 不要說其餘那些,是嗎? 你還叫人家做曱甴,你突出,你都不做 如果我是曱甴那些人,我就告訴他們 麻煩,殺人兇手,恍復自盡 他們今天說五大訴求缺一不可,是嗎? 這班立法會議員真是嚇屎 他走進來,在他耳邊大大聲,殺人兇手 他才面目,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又不能說,你真是 害怕被DQ他,說他想港獨,你明白嗎? 沒有DQ 這班凡民主派做事,安全第一,怎麼會過馬路 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就會說,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又不能夠膽說,一說這個,立法會也不能得選 最重要是有得選,有得選就是有得奶 好,多謝你們,聽下一個,林先生 其實就是很多自我設限的,譬如現在說的話 在他耳邊剛剛走過,大家一起殺人兇手,林鄭月娥 血債血償,這樣嘛,是嗎? 那你起碼令人到他屌你了,精神受到威脅 你吵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真是 浪費夠氣,真是 下一位就是林先生 我老婆叫她走進來也說殺人兇手,怎麼會這樣看著電視也好 林先生,請說 郭文興台長,你好 是 之前打的電話來很難打,打不到 其實現在這樣的情況的話 其實警察這樣的話,我們有沒有一些監察的制度呢? 譬如以前也有,叫ICAC 現在ICAC也好像做不到些什麼 如果他這樣獨大的話,其實我們真的很慘 現在沒事做得到的,他現在是極權社會 是嗎? 是 他現在是大了,警察是大了 他還不差 以前那些叫做 他沒試過這麼厲害 看電視那些 CALO 最多給錢 最多給錢 如果看電視看電影 給錢 最多他們都會做 最多拿多一碗雲吞麵 現在說 可能連逛街或者什麼都隨時都很危險 現在是很危險的 你不要說他 以前我問他 你問他 一問他,他就打你 看到他就避了他 或者走過 那你人少就打你了 跟著你的記者 找多幾個找些盾牌 遮掛著 是 那便在那裡打你 你記者拍不到 現在是專門做這些事情的 其實我們真的 有時見到 就很生氣 但又什麼都做不到 是嗎? 唯一一個方法就是在罵 所以見到你林鄭月娥說 你那小孩子心意未成術 家長應該解釋給他聽 什麼什麼 看得到是否滾 是嗎? 解釋不能解釋 因為你有鏡頭 你看到你 就算你說你兩邊 那有些 你是真的看著他 那些答覆就是 最愣好笑的 那些答覆就是 是 那你怎麼說呢? 你說不到的 沒有啊 記者會他們 他那些廢柴記者會 就說 我們都有改善的空間 那有關投訴 亦都會轉介到這個 投訴警察科 亦都有監警會會審視 我屌你了 我已經會背 是不是? 什麼叫做空話呢? 這些就是最典型的空話 是吧? 因為之前 之前不是有個叫七警 七警他真是 林先生 我完全明白你的疑問 我很簡單回答你一句 在香港這個範圍裡面 在我這個城市裡面 是沒有辦法解決 剛才那些問題 是沒有辦法的 你說現在唯一一件事 就是把這些幾個發生的事 去推向國際層面 你祈求外國 特別是美國 他們能夠產生一些制裁的作用 在外地去制裁這些 涉嫌犯法的人 這樣更好 在香港人沒有辦法解決 因為我們已經是一個 Police State 除非你有一個 改變這個政權的能力 反正我給你一個 很灰的答案 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我們年長的人 是熱灰的 因為我的知識經驗 告訴我們 是嗎 即是在一個 凝固了的 這種極權制度 是嗎 香港由一個文明的社會 開始逐向走 野蠻 是嗎 而我們 就是看著一群年輕人 就去死了 講句難聽一點 如果你問我 我是非常悲觀的 如果不是 就只有良好 因為就是 有錢的就移民 沒有錢 最多就捱 要是就這樣 那就沒有了 真的 沒有什麼大希望 就算是美國 就算是那些人權法 成立了 其實他權稅不能夠 因為始終都是我們要自己搞的 那都幫不了什麼 剛才台長的意思 就不一定是 只是說美國 比如有些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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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人權組織 或者聯合國等等 有一個海牙國際法庭 然後中國畢竟都是聯合國的會員國 他們都是人權委員會的成員 所以美國就是要退出人權 所以美國就是要退出人權 是不是很好笑 所以不熟清 誰就是去說 但是 但是 有一個人來 有一個乘橋去做 這件事 不 這個也是 你聽我說 這個也是 這個政府可以有恥無恐 就是他認為 你不能夠推翻我 是的 你能夠推翻我 李顯龍說的話 就是我能夠的 你說現在他們的示威 這個做法 就是想推翻政府 他有能力推翻政府嗎 唉 真是 阿龍哥 阿龍哥 你真是想多了 大哥 真是想多了 你想我們死都不用出聲 不用這樣說 有什麼能力去推翻政府 什麼黃之鋒都說過 是不是 你有沒有槍 是不是 有沒有金主 有沒有金主 他們有 現在 黃之鋒有金主 有沒有金主 你怎麼周遊列國 你想你老頭給錢 你自己有沒有收入 當然有金主 這個不須偉言 那我九成是黎智英 黎智英培養泛民的下一代 你這班李永達和何俊仁 那些已經是屌你老頭七老八十了 好像黃毓民那樣的年紀 是不是 黃毓民現在沒有立法會員做 他又隨去心腹大患 他現在一定是把希望放在羅冠聰 陳奧輝 黃之鋒 這一班人的身上 那他要付錢 當然是給這班 大哥 是不是這樣說 這個是常識來的 不需要陰謀論 這個是屌你老頭 不能否認 亦都屌你老頭死無對證 你說我誹謗你都沒理由 沒理由的 我告訴你 就是很簡單 但是這個不存在對與錯 除非 這個是現實 一個現實就是這樣 是不是 那這班就是新泛民 好得清楚的 是不是 是不是 那所以 喂 有些人問我 究竟這個選舉 你想想泛民可不可以贏呢 建制派怕得到甩褲 又想取消選舉 暫時或者暫緩 是不是 害怕 但是現在好笑 你說岑子傑是候選人被人打 吵你老頭 是不是 你現在不是陳克勤被人打 是不是 你不是吵你老頭 就是 吵喊包頂被人打 是不是 你不是張國軍這些混蛋 被人打 現在是岑子傑被人打 那你只是怕岑子傑選不到 是不是 是不是 很簡單的道理 是不是 基本上沒有意思 是 答了你的問題 藍先生 我們下一位 是 很淒涼的 想起就很淒涼 下一位是何先生 我和你都很麻煩 我和你都很麻煩 我和你都很悲觀 不是 因為我們 人生的月曆 比較豐富 是不是 我們看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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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對共產黨 對這些政權的理解 比一般的年輕人更加透徹 再次可以這樣說 等於我早兩天和危康通電話 他說我屌你 我是想不到有任何出路 我活到這把年紀 我還未死 還可以有行 我不知道有行 還是不幸 看到這場運動 但是結果是指定悲慘的 他是這樣說 是不是 他和我們的想法 沒有什麼分別 我們的想法很簡單 共產黨一天不死 香港就一定是混蛋 很簡單 不用說什麼 我們下一位學生 有些人會說 你又要做 你又要說話 那屌你了 不可以 因為這樣就不敢做 對不對 韓先生 到你了 請說 你好 你好 台長 教主 你好 說吧 我這幾天 聽到 我今天也有看 他說的那個 施政報道 他真的 六個字 就說買樓買樓買樓 是啊 還有他 說到好像 你是寶會小孩子 說到好像 叫一些家中 那些小孩子 一割夾 就這樣 就好像那樣 就好像那樣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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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真的要建一個墓碑 給他 就是傳網市民 就是 是黃絲那些 拜祭下 真的要這麼搞 那些 那些 補整小孩子 就 現在是 整小孩子 打到 就這樣補威 補整小孩子 是嗎 但是 你說 它是這樣 為什麼 我覺得 如果香港仍然是如今社會走下去 根本林鄭月娥都是不想他平靜的 一路都是要聊天的 我自己的看法是這樣的,兩個可能 要不想他平靜的原因 就是一靜下來之後共產黨就清算他 他到處都去不了,美國去不了,英國去不了 要不就是共產黨叫他這樣做 就繼續支持他,你說會不會這個機會 這個機會高不高呢 你說什麼機會,你說共產黨繼續支持他 共產黨叫他搞亂,叫他搞亂 叫他搞亂,對共產黨也沒有什麼大好處 不是的,有些可能他希望推倒重來 反正怎樣都是 好,老實說你香港還要七百萬人 歐歐老闆,他都沒有影響 他還好,你有些基金在那裡 他都謀了這些基金 你說是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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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那你香榨也沒有問題 他有什麼問題 他就弄一些大陸的新移民 我們來處,從頭來過 你留一些房子在那裡更好 喝酒換血 多方便 馬上可以煮 現在煮五大訴求 我覺得應該是十大訴求 五大訴求都不理你做十大訴求 我覺得真的 七二一那些都沒有計算 八三一都沒有計算 那十歲那個 跳海自己脫了衣服去跳 又不知道怎麼樣 今天我看了一段片是八分鐘的 也挺完整的 他放了Youtube 有八分鐘看的 如果一個人要去自尋短見的 哪裏有空這樣穿得這麼漂亮的 我都是想都想不到的 大哥好像去喝那些衣服 大哥是去滅河海 還要自己脫衣服 誰幫他脫一下大哥 就是解釋不到的 全部都是 唉 還有那個記者會 四點鐘那些 怎樣說呢 其實現在無線配合他 警者去都是配合他 讓他在這裏說話 你不去也可以嗎 其實可以 我們重金禮聘 我們隔壁這位痴心記者 真的問事 真的問事 為何被吉祥的警察 他會蒙面 為何他就要引力這個姓名 為何叫他Mr.X 為何他肩膀上已經有號碼 而你又去申請 不准禁制出現號碼 全部都是違反我們做人的常識 應該這樣說 多謝你 多謝你 現在一定不會平靜 肯定會 12、20號 12、20號 又一個大遊行 多謝你 多謝你 那個案件 現在越來越苗越黑 你又有位她的媽媽去接受訪問 但說話又涉及整個運動性質的問題 那為何有一個媽媽 她會主動去這麼清楚說 她的女兒一定不是未他殺 一定是自殺 她有沒有目擊當時的整個場景 為何她有這個能力 可以說到這件事 那在電話旁邊 你是陳先生 陳先生你說 請說 是 玉文你好 台長你好 是 那我就想說回 那個 警方 有個受害人 被示威者戒的那件事 那 完全 我自己覺得完全 為何警方不可以披露被人戒頸那個人的身份 因為被人戒頸那個人的身份很明顯 在這件事的角色上面她是一個受害者 那 如果是要告上法庭 為何不可以披露這個受害者的人的身份 這件事大家都很疑惑 我想問你們有甚麼見解 台長你答不答到這個問題 我當然答到了 因為我寫了一篇文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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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自己從事新聞工作這麼久 譬如我們以前也知道 有一宗是朱振國警員的事件 那件事件更加嚴重 因為她戒掉之後 真的大動物出血 後來她都要去醫院 那件事件本身有沒有出現 而現在這個情況就是 這位朱振國的探員 他要引力身份 是沒有 但你又不可以說一定是 但現在你看到一個問題 就是她開始整體做這件事 第一件是蒙面 第二件事就是 她很多case 開始很多case 她申請 就是要引力這個身份 那這個情況 你從這個現象本來 其實你應該推敲到 就是 她的警員的身份 有些是不可以 在那個 傳媒 或者法庭上 是暴露出來 一暴露出來的話 就會影響到 現在整個警隊裡面 那些 一路以往 做開的規例 甚至是違法的 這個是足夠給人 一個很大的懷疑 你會問 就是政府為什麼 要做這件事呢 她很簡單 就是 因為她是事急馬鈴田 她在現在這個情況 她沒有能力去 去處理現在 那麼多人去示威 她沒有能力解決這個問題 她就見一步走一步 她要壓低所有這些 就是用盡所有方法 要壓低了這個止暴制亂 但是在這個期間 她可能是做了很多違法的事 而一旦這些違法的事 是暴露出來的時候 是整個社會 會對整個特區政府 失去了信心 她現在就企圖要防止 防止這個情況 所以就用盡所有這些 程序 去禁止這些真相 是被暴露的 這個是一個大規模的現象 其實自己都包不住我 所有人都知道 是吧 這個很大機會 是一個中國公安武警 甚至是解放軍 是吧 這個大家都估到的了 既然如果大家 公眾的疑慮是這麼大的 你政府怕什麼 如果她是真是香港人的 你政府怕什麼 公開她的身份 就是反過來的邏輯 對 如果她是一個解放軍 或者保警 她所受的訓練 會不會用在香港 對付示威者呢 她所受的教育程度 或者相關的各方面的知識 可不可以在香港用呢 是吧 再而甚至 那她下來 她是聽一下 一哥之笛 還是聽一下 中國的公安部長之笛 還是聽美國指揮呢 那她下來的那個 有沒有法律的效力呢 哇 這些全部的問題 都牽涉很廣泛 而且如果她下來 做錯的時候 不小心打傷一些 或者是再嚴重一些 不知道是什麼 那誰去負責呢 那如果這些錯誤 或者這些什麼事情的時候 假設是有的話 她真是中國那些務極公安的話 那你一哥那些 會不會是犯了那些 就是某一種的錯 甚至是罪行呢 肯定是啦 還有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她現在是為了 處理現在這件事件 用一個很短期 或者很緊急的方法 是sacrifice 犧牲了市民 對公權力的信任 這個是整件事最大的問題 現在你是不信政府的 你雖然看不到 這個實質的證據 就是這些是不是真的 是霧警或者什麼 但是現在整體 大部分的市民 是對政府 已經完全失去了信任的了 這件事反而 這個情況反而 對整個社會 是一個最大的損害來的 還有你武警下來香港 即是她都很打得啦 是不是先 解放軍那些 那國以措手 重手了 或者怎樣 或者處理上面有實現 因為她訓練的 裡面的內容 一定是跟香港警察不同的 是不是 舉個例子 還有下一個命令 喂 你講那些普通話 我們香港人講那些 那你究竟落指令 那時候是普通話 還是我普通話 還是今生講那個 那個指示她組 還是哪有指示她 是不是 這些全部都很大問題 即是 我只舉個例子 譬如以前 以前 有沒有男警察手 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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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女…女…女的身 是沒有的 現在就說 是…是老鳳 還有個朋友提醒我 你小心點 看看影片 那些人穿的衣服 跟我們本地警察 那些雖然的顏色 那個裝束好像一樣 其實… 但是是有不同的 你仔細點看 OK 你是看得到出來的 我告訴你 包括對象 包括對象 他都不願意採取你的 你明白嗎 因為這個未到去到法庭 是用來呈堂 他不會採取你的 包括政府和警察 下午四點鐘 那幾條襯鑊 他都不願意採取你的 其實他們是深知肚明的 我可以告訴你 他自己是很清楚的 我告訴你 這個呢 真的要有獨立調查委員會 這個甚至乎要有些有心人 你仔細點錢 找一些私家偵探也好 找一些人去調查 我告訴你 你一定找到真相出來的 我可以告訴你 你一定會保護我 是嗎 是嗎 你說中聯辦那裡 有沒有 武警啊 公安出入 這個已經是 大陸的公安來香港做事 他搜集情報也好 我們也接觸過很多這些人 他也會去中聯辦 報道 聊聊天 一定有的 對不對 過去這二十幾年 沒有停過 不過那時候那些用來搜集資料 現在這些用來做事 而且這是大規模的 你不是個別的情況 現在是大規模去做 其實你從一個共產黨的做法來看 這個也不是很奇怪的事情 因為他不可以出解放軍 他便換過方式 是的 即是我的估計 在二零一四年佔領運動已經有了 已經有了 但是當時可以處理到的情況 現在你處理不到 因為越來越多人 因為我說過很久的比例是怎樣 以正常的情況 是三個警察對一個示威者 他才可以去處理這個示威者 即是無論是拘捕他 或者將他抬來練場 那如果你舉個例 現在有三萬警察 但是三萬警察 不是每個人都出來做這些事情 可能如果真的出來 我樂觀一點點 可能去到萬多而已 即是有一個比較 報審的要說 實際上是有幾千的 如果你去到示威的場面 去到十萬二十萬 基本上是無可能做這些事情的 那現在為何會做到呢 為何可以連續幾個月一起做呢 那些警察是不疲勞的嗎 那些警察是可以做二十四小時 不用休息的嗎 為何輪一極都有呢 你只是想想這些客觀的原因 其實已經斷定到現在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不過你沒有證據 你捉不到 剛剛就是這位上水的 那莎莎中學的十九歲的學生 他做了這個行為 就令到大家開始有這個很大的疑問 就是這麼簡單的成績 就是這麼簡單的 你不要問我要拿證據 沒有的 沒有的 是純屬一個common sense 一個推理來的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我個人是百分之一百 是認同這個推理的 OK 看看何時就 穿崩了 就是這麼簡單 好 謝謝 好 謝謝你 我們電話講到這裏 時間就夠了 剛才打過電話來 講不到的 就來回禮拜一 OK 我們會記住電話 優先給你那些 是 未打過來的 打過來也拼不到的 那些 那我們就下次談 好嗎 好 節目時間到了 希望大家記得 這個天狗日報的 每個月兩百元 當然 起調是兩百元 你給多些都不去的 那 你買防毒面罩 都要千塊幾元一個 那實際是否這麼多錢 我就不想知道 對吧 那我就 買了幾個 那就是幾千 真是 你一人給二百元 要幾多個 我給了一個例子 你攝影器材 各樣 我現在真做 大家可以去玩的 好 節目時間到了 拜拜